主席先生 非常感谢您刚才精彩又详细的回答 在您的演讲当中 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挑战 同时您也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解决这些挑战的必由之路 同时您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描绘了很美好的蓝图 您提出了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都能够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这个月刚刚结束的两会上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出了中国政府在下一阶段的一些重点的改革领域 其中就包括有环境保护 内部安全 以及还有打击腐败等等 在刚刚提到的这几个领域的改革当中 有一点把它们都衔接了起来 这就是法治国家的建设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制的话 那么环境保护就很难进行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法治的一个框架 那么内部的安全可能也很难保障 同时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和法律体系的话 那么反腐的工作也难以往前推动 主席先生 我的问题就是 就是在我们着眼于您提出的中国梦这个伟大构想的前提下 我们怎样能够更好的来保障公民和企业 能够享有更高的法律安全 这是个好问题 刚才我对改革的问题呢 也做了一些原则的阐述 那么就是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的话呢 就是树立了一个信心 一个目标 就是中国一定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我提出来 改革开放在中国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当然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进入了深水区 我们说呢就是 遇到的都是一些难题 这个改革的那种最大公约数的 这种利益最大化的改革 差不多都进行完了 现在的改革呢 就是要啃硬骨头了 而且现在的改革也很难是单向突破 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改革呢 就要搞综合改革 那么当前来讲呢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要搞顶层设计 要提出时间秒路线图 我刚才讲到了 这些就是我们三中全会所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改革呢 是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再提出来了一个生态文明建设 当然还有我们共产党自身的改革 5加1 5为一体加1的改革 同时我们这个改革涉及到15个大领域 330多项 改革的重点当然还是经济 那么经济呢 我们这次有一个亮点 就是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因为最初我们叫做市场起计划经济的辅助作用 后来就要起基础性作用 这次提出起决定性作用 并且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理论上的决定 当然正向主席讲到的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而法治经济呢 它涉及到政治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里面呢 我们这就是有包括司法体制改革 这一系列的改革在 这些改革呢已经启动了 我举个例子 司法体制领域我们就是做出了废治 劳教制度的决定 那么在这个营造良好的外商的这种投资环境方面 我们在上海呢做了这个贸易试验区 这个是为今后整个的这个外资啊 如何能够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 营造一个普世的这么一种政策 这些都启动了 所以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改革 你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呢 都会阶段性的 但无意是向前推进的 谢谢主席的问题 谢谢主席的问题